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冲 最近我们的前前前首相Mate 很高调的说 这个华人跟印度人不爱国 对马来西亚也不忠诚 他的这番言论就激起了很多的朝野领袖 都陆续的出来抨击他 OK So 今天我就借这个视频 来跟Mate谈谈一下 我们这些华人跟印度人 他是怎样的爱国跟忠诚法 OK So 每次提到爱国不爱国这个问题 我先简单的用一句话概括 一句非常贴切 而且又一针尖血的说法 就是什么叫做爱国 爱国就是 但是呢 当Rasic City 在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 的以球的决赛 他有打进决赛吗 总之呢 就是打到最后最后的那种 在那边努力的时候呢 全马来西亚的华人都会为这一位 马来西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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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OK 当李宗伟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羽球赛 碰上林丹的时候 全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也在为这一位 华裔的以求选手加油 对我来说 这个就是爱国 华人会为 这个马来裔的以求选手加油 然后呢 马来人也会为这位 华裔的以求选手加油 因为大家都是为 同一个国家加油 就是马来西亚 这个就是爱国 所以我一路来我都说 你要知道 马来西亚的华人跟马来人 在什么事情上是一条形 就是当我们国家的运动选手 在外国跟其他国家的选手 比拼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我们人形最起的时候 这个就是爱国 其实华人的爱国 最容易明显突显出来的时候 就是当李仲伟对到这个林丹的时候 有多少马来西亚人是为这个林丹加油 可能有 但是不多 我敢打包票 决决决大多数都是为李仲伟加油 所以我就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华人为李仲伟加油 而不是为林丹加油 可以解释一下吗 OK 好 我讲回来了 每次讲到我们马来西亚的非马来人 也就是华人跟印度人的爱国跟忠诚的问题 这个问题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伪课题 都是一些种族主义的政客 所制造的课题 谁知道呢 马来西亚的华人跟印度人 是参与了这个马来西亚的建国 无论是1957年的马来西亚独一 还是这个1963年的马来西亚成立 我们的华人印度人都参与了这个建国的过程 两次的建国 OK so 就比如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身已经是南来马来西亚第四代了 超过100年历史了 OK 我的太公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已经是191尾二头那个年代 已经超过100年了 我老家的那间老店也已经超过100年了 好 OK 印度同胞也差不多是这样 都超过100年了 然后呢 到了今时今日 你还在质疑我们 爱国不爱国 OK 我就说了 中国跟马来西亚对于我们来说 哪一个是我们的国家 肯定是马来西亚 OK 你要知道啊 我们是拿着马来西亚护照 我们在马来西亚出生 在马来西亚长大 甚至可能会死在马来西亚 然后中国对我们来说 只是一个旅游才会去的地方 像我自己本身呢 我是到了30岁那年才第一次踏上这个中国的国土 然后是以一个旅客的身份 踏上这个中国的国土 而且我还需要护照 而且我还需要去买那个Visa OK 那时候我就好笑了 我为什么我们华人去中国还需要Visa呢 虽然现在不需要了 而且只是刚刚才不需要罢了 而且为期两年 两年后会怎样我也不知道 OK 所以 我们必须要告诉类似像马来西亚这样的种族政客 就是 中国跟马来西亚对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来说 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 就是马来西亚 中国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只是一个旅游才会去的地方 我们跟中国的关系 只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但是除了这个文化传承 这个以外的关系就完全没有了 所以 每次问我们爱国不爱国 我们有的选 我们只有一个马来西亚吗 有什么好爱国不爱国 OK 爱国呢 也可以分成都了 勉强上你也可以分成都了 OK 对我来说了 马来西亚的华人呢 最基本的爱国的程度啊 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中国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旅游的国家 然后呢爱国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国家 就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就是我们出生的地方 长大的地方 甚至是死的地方 然后最基本的爱国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不会告诉你我是哪里哪里人 然后我只会告诉你我是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是我唯一的国家 都不需要问的也不需要想的 马来西亚就是我们唯一的国家 然后呢 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呢 做到最简单的爱国就是我们是安居乐业 我们小孩子呢就好好的读书 大人呢就好好的赚钱做生意 就这样过一辈子 一辈子不做钱饭壳 不为这个国家的治安带来麻烦 OK 这个就是我们爱国的最高体现了 然后呢 如果你要更高的爱国的表现的话呢 就比如说 如果马来西亚跟任何国家 有任何的纠纷的话 我们的立场呢 必然是站在马来西亚 永远都不会偏帮外国 因为马来西亚是我们唯一的国家 根本是没有的选择的 OK 这是更高一层的爱国表现 虽然对于我们这些生肚市民来说 很多人也懒得去理这种国家的立场啦 大多数人呢 都选择是维持着最低的那个爱国的标准 就是大家继续安吉日夜不做钱饭壳就好了 OK 然后最高一层的爱国表现 这是专门针对华人罢了 OK 跟印度人没有关系啦 就是呢 当马来西亚的华人 遇到跟这个中国 或者是香港 或者是台湾 正面刚上的时候了 马来西亚华人呢 会选择站在哪一边 对我来说 我肯定是毫无保留101% 站在马来西亚这边啦 OK 这一点呢 我就不敢打包票 我不否认 可能有一批人 可能真的会是去站去中国台湾香港那一边的 OK 就比如说 有一个现在正在发生这个课题 就是呢 这个中国呢 把他们的那个海域线呢 划到来沙拉瓦的门口 OK So 马来西亚的华人呢 就这一个课题呢 基本上可以分裂成两派啦 但是我相信啦 比较大的那一派是 站在马来西亚这边的 就认为中国不应该把这个海洋线开到来 沙拉瓦门口 但也不否认有一小批人啊 他可能就认为中国是对的 所以我在这里我才要说嘛 马来西亚华人对这个爱国的最高表现呢 就取决于对中国的这个立场啊 OK 好 也许呢 像马蝶这种种族政客呢 就可以了 追逐这一些人呢 来当做一个把柄啊 来每天的不断的念之在之啊 把它当做一个痛脚这样啊 OK啦 这的确是我们的痛点啊 老实讲啦 OK 但是人们要怎么想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啊 老实讲啦 OK 所以我就跟大家大概大概谈了 马来西亚华人的爱国表现 从低到高 最低的就是大部分人做的 就是我不管你国家的立场 我们就是安居了也不做简犯科 然后再高一点的就是 马来西亚跟其他国家有任何纠纷的时候 我们坚定不移的站在马来西亚的立场 最高一层的就是 当我们碰上跟中国香港台湾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也是坚定不移的站在马来西亚的立场 OK so这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对爱国的体现 你们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 你们到底是属于哪一类 OK 好 到了最后啦 最压周的我要说啦 其实我很想跟马帝说的是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马来西亚华人 爱国的体现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三个程度 然后你有发现到吗 无论我们是哪一个程度都好啦 我们对于这个马来西亚呢 我们都是 一直付出的 就是呢 我们安居了也 我们辛苦赚钱 然后我们交税给政府 我们帮忙建设这个国家 我们没有拿政府一分钱 这才是重点 然而 一些种族政客 一世人都是靠政府养的 而这个政府是靠我们这些纳税人的税养的 然后呢 这些政客呢 还有他们整个家住的发迹呢 都完完全全是靠挖这个政府的财富 国家的资源 然后他们好意思 讲我们这些给税的人 我们不爱国 然后这些国家的猪蜜虫 讲自己才是最爱国的那个 所以你说 讽刺嘛 OK 所以最近上映的那个金手指电影 它里面呢 就有讲到 那个东马国的政府 跟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 还有一些勾结 这个就是对应到了当年 这个80年代 这个土著金融的丑闻 就是我昨天我那视频已经说了 就是呢 马来西亚的土著金融 那时候呢 在完全没有抵押的情况之下 源源不断的借钱给这个香港的这个陈松青 结果香港的陈松青那边倒闭了过后呢 马来西亚这边呢 血本无鬼亏了100亿 所以请问当时 这个政府是如何放任这个土著金融 这样毫无节制的借钱 给一个会倒闭的这个企业 而且是在完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 那时候的时任首相是谁 时任财政部长是谁 非常碰巧的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反弹局正在调查这两个有顿风号的人 时间非常的臭巧 我也不知道 香港那个导演是不是故意找这个时候拍这个片 不过我相信是臭巧了 OK 到最后的最后了 我还是要重点的强调这一句 我这一期视频呢 已经是非常细的分析出来了 马来西亚华人 爱国的表现 分高中低三种程度 然后无论是哪一种程度都好 我们对国家都是付出 我们都是给税建设国家的那个 我们没有拿政府一分钱 反而是那些种族政客 无论是他们个人 还是他们整个家族 都在无止境的挖这个国家的直言 然后他们好意思讲我们不爱国 然后他们才是爱国了 太讽刺了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